Hol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人在西澳的Perth 昨天就是被突然抓飛到這個航班 我要講什麼 沒有我原本想跟你們分享說 我這個月一整個月都在待命 然後想跟你們講一下待命約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讓空服人這麼害怕 但我現在趕著要出門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飛Perth 上次飛Perth大概是一年多以前吧 我上次來Perth的時候 就是出去的時候就有發story 然後好像就是有一個我的 不能叫人家follower 反正就是一個台灣女生 她也是住在Perth 她就說她已經就是追蹤我那個Instagram很久了 她就私訊我說 如果下次我飛博士的話 一定要跟她說 然後她可以當地陪 我昨天被突然被抓飛這航班的時候 我就想到這個女生 然後想說那我可以密她一下 結果我就message她 我就說啊啊啊啊 我對她也完全不了解 我就說我突然被抓飛這航班 想說願意吃個飯 不然我如果在Perth市區發story的時候 她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沒約她 我都因為人大老遠來到這邊 Anyway 我就訓習了她 然後我們就約好 因為昨天應該是要 Perth當地時間五點半就landing 然後我想說到飯店可能就七八點 還可以出去吃個飯 因為人家隔天也要上班 因為現在是平日 然後我們就約好了 結果在出發之前 我就看到公司發一個信說 欸我們航班delay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也太巧了吧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很少delay 而且很少會delay到兩個小時 也很少提早通知 然後我想說天啊 那我原本是五點半要落地 就現在變成七點半落地 七點半落地 然後送客一直到過海關 然後到飯店 因為我們飯店都在市區 所以整個當弄下來 到飯店的話 就已經會變成九點十間 那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人家隔天也要上班 所以我就說 欸不好意思就是我們很不然delay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不要約 因為你隔明天還要上班 我就說下次有來perth的時候再找你好了 不然就是 就晚餐不要約 我隔天去探你班 因為他上班的地方 就是在我飯店走 七百公尺而已 如果你們就是有看我一段時間的人 就知道我每次來澳洲 就是會去買菜 然後就是會去吃河粉 今天多一個行程 就是我會去探他的班 even though I don't even know her 但他就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他妹妹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妹妹 我也不知道他是妹妹還是姐姐 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年紀 反正我就是對他完全不了解 但是昨天就是沒有約成 然後我想說反正他上班的地方 就是真的在 我坐在市區 就這一條街下去而已 去探個班 打個招呼 我就要去吸我的河粉了 等一下你知道 baby hair是不太狂張嗎 Mobby 出門 天氣爆炸好 天氣爆炸好 再次買一杯Challenge 來看這個台灣美美的班 然後現在再杯Hat lunch break 她還很客氣 她還送我東西 我想說幹嘛這麼客氣 這個是... 你一樣有嗎? 嗯 香蕉 謝謝 還是報紋的耶 太客氣了吧 反正現在就是在陪這個 真的我這個角度看起來好肥喔 我哪有 現在在陪這個 什麼那麼肥 陪這個台灣美美吃她中餐 然後吃完中餐 我就要去吃我的河粉了 這真的是好老寶 現在要去 她推薦我一家河粉 店 吃一下我中餐 來囉 這個湯看起來 不妙 感覺胃數有點重 我就要去吃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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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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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種就是胃縮有點重 然後也不是生的牛肉 是已經感覺已經煮好了 這個應該是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丸子 我剛好看到牛肚的東西 應該這個 就是這樣 真的吃到現在完全沒有了我覺得 開心的感覺 真的沒辦法了 一顆1.5澳 只剩下12345 我拿了4顆 有一顆給別人 我來買一個try button 回來了 昨天航班上有一個Servian組員 他皮膚就很黑 然後我就說你這個是真的還假的 他說是fake tan 所以呢他就介紹我一個牌子 然後我剛去買了 可是他跟我說 因為他就是這個就是 怎麼講 那種假的美黑 是那種mousse然後乾了皮膚就會變黑 因為白人通常都很難曬黑 尤其杜白的太陽又 讓人家曬不黑 他就說我推薦的是這個 Don't Die Sands 一個澳洲的牌子 然後他跟我說一定要選這個 One Hour Express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在我皮膚顏色上面 上不上了兩色 因為他跟我強調說 你一定要選一個小時Express 可是一定要最黑的 可是我看到架上有一個小時Express的 都沒有分顏色 有分顏色的就是要六小時 反正你以為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然後他買了一個 嘶 這應該是手套吧 反正他就說 你就先買就對了 然後等一下回程 因為昨天航班來的時候很忙 他就說 我要跟你解釋怎麼用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 就是真的去曬黑 後來發現皮膚這樣子乾 跟老化的很快 所以我想說 要嘗試 就是那種人工的美黑 不知道這個到底對我身上有沒有想 因為他說我皮膚已經滿黑的 就是已經有顏色了 如果不買最黑的會上不了色 那我還是買了 因為我想說如果弄不上去的話 我就直接送我朋友 因為Isabella就是那種很慘白的 弄在他身上不管怎樣 一定都會有顏色 反正就是我在藥妝店買的東西 根本分享 喔 不然說 剛剛那個台灣妹妹 她真的是太客氣了 因為後來發現她是聽 我兩年前 我上那個Will的Podcast 我跟Sandra 就是我一個台灣朋友 然後我們上了一個 另外一個朋友的Podcast頻道 然後她有在追蹤我朋友的那個頻道 所以她才知道我跟我朋友是誰 然後她從那時候開始就追蹤我吧 一直到去年她看我Fay Perth 所以她就很熱情 然後 剛剛我去看她探班的時候 她真的是 有夠客氣耶 就是還 送我那個小禮物 好像是綿羊油嗎 超香的 她送我一個香皂 然後我後來發現她是 台北桃園人 因為她出生在台北 可是她們家最近前陣子好像搬到桃園 反正anyway 剛剛就跟她 Lunch break 陪她吃一下飯了 大概二三十分鐘 感覺她個性還不錯 就是那種 微香的 欸 很少可以遇到有人被我香 然後 香煮起來還蠻自然的 感覺以後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跟個公司要這個航班 anyway 她跟我推薦那一家佛店 真的是 不是很合我胃口 所以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來Perth的話 可以不用去吃那一家 因為你會 才雷 所以 我現在已經就是吃河粉 精到 那個 河粉一送上來 我看那個湯 我就會知道這個河粉 好不好吃 然後我剛剛一看那個湯 顏色這麼黑 就覺得 不妙 因為 它那種湯一看起來就是味精 放很多 真的是吃到 在當下的時候覺得 口很渴 然後很鹹 又很甜 就不是那種 嘖 好吃的河粉 所以 我也不想評分了 反正大家有來澳洲的話 就不要去吃那一家 我先去洗手 好的 洗完手了 然後我這一集 原本一開始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什麼是代命月 因為我就是這個月也是在代命 然後被公司抓來澳洲 所以我現在才在博斯 基本上我們公司 每個月中都會出下個月的頒表 即便你已經飛了七年了 然後每次公司要出頒表那一天 你都還是會很期待 因為每一個月拿到頒表都是不一樣 然後你就會很期待說 喔下個月公司會送我去哪裡啊 我有沒有拿到我自己喜歡的航班 我有沒有拿到台北啊 或是我有沒有拿到我跟公司要的航班 然後就會很期待 因為你刷班表就會看你下個月的頒表是怎樣 結果我九月中刷班表的時候 一打開 看 整個月代命 對空服員來說其實是非常的緊張的 因為你就會完全不知道你會被公司送去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上班 你也不知道你如果被抓廢的話 你會不會抓去哪裡 像我們公司的話 代命是整整一個月 就是沒有頒表空的 可是像我知道長榮 不是很確定 但我有朋友在長榮 好像是一個月 就是譬如說前 有三週是有頒表 然後他們會留一週還是五天 結果幾天的時間是 待命 然後你就會去看你有沒有被抓 你就在那邊等 基本上 待命的主員就是去救火的 就譬如說 這個航班 他在拍 拍主員的時候 原本就少排一個 然後 會在航班要出發之前 他抓你進去 或是主員 突然請兵駕 這個航班如果少了一個主員的話 你身為代命樂的主員 你就會被抓去 拯救這個航班 就是因為你就是替補的嘛 所以 為什麼主員聽到代命樂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崩潰 是因為 你每天都在刷班表 他每天會有一個時間點 然後跟你講 看你明天 就是公司排什麼給你的時候 會有四種可能 第一個就是 你拿一個day off 你放假 第二個就是他給你一個航班 他已經知道 明天哪一個航班有缺人 所以他現在就直接給你 那第三種可能呢 就是代命 可是代命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 家裡代命 家裡代命的話 通常都是八小時 就是時間到了 然後你就開始刷班表 一直刷 一直刷 然後你就要等 我那天第一個代命 是家代 home standby 是半夜三點 到十一點 所以 我自己的策略是 我會 晚上九點多就去睡覺 睡到三點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起來 看一下有沒有班表 沒有話我拘睡 然後會起來看一下班表 沒有話我拘睡 我那天就是被抓了 就是去黎巴那個來回班 所以 家裡代命就是比較長 會是八個小時 然後就是 三點到十一點時間 你就是要隨時 保持 公司打電話給你 你要水扣 水道 所以就是 你就會一直刷班表 然後你會有點焦慮 因為你沒辦法睡覺你知道嗎 你就是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等一下會不會抓 那你就時不時又起來 時不時又起來 公司會如果真的已經有航班抓你的話 他會打電話給你 然後你就要快點準備 然後就出門 那第四種呢 就是機場代命 機場代命 機場代命這種就是 非常的刺激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 在家裡代命 你還可以在家裡就是 躺著然後這邊等 可是機場代命 就是你要裝法完成 機場代命的主人 就是真的是去 拯救last minute 可能主人都已經來到公司 他已經原本是要去上班 可是他文件沒帶齊 然後就真的是 已經航班要出發了 然後突然 少了一個主人 然後他們就會從機場代命的那邊 所以你的主人叫一個去 機場代命很痛苦的地方是 你就不知道你會不會被抓 然後如果你被抓的話 你不知道你會被抓去 過夜班 或是來回班 所以你所有東西都要打包 那你過夜班 你也不知道你會被抓去 冬天的地方 或是夏天的地方 冬天衣服跟夏天衣服 都要打包 因為我們公司有那種多腿行班 譬如說 米蘭JFK 或是新加坡莫爾本 或是 應該說你可能會被抓來回班 然後你可能會被抓過夜班 那過夜班 那過夜班又細分成 你可能被抓 你可能被抓到 一天的過夜班 或是一週的過夜班 然後又細分成 你可能被抓到是 冬天的行點 或是夏天的行點 所以等於說 你要準備 everything 就所有東西 我就準備了 可能我被抓去 海島國家 我就準備了比基尼 然後我想說 要是我很累不出門的話 我就留在飯店的健身 所以我就準備了 我健身的衣服 還有鞋子 如果被抓一天的那個 過夜班 是新加坡 假設我被抓曼谷好了 但是 應該很難被抓 因為新加坡跟曼谷 譬如說那種很好的行點 通常很少人會請假 所以就不需要你這個組員 但我那時候就在幻想 所以我就還準備了 夏天的裙子 然後我也打包了 冬天的衣服 然後冬天的衣服 我還打包兩套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細節 你是要考慮的 就是你不知道 你會被抓到過夜班 或是來回班 過夜班 不知道是春夏秋冬哪個地方 也不知道是幾天的過夜班 所以你要做好 萬全的準備 然後我那一天呢 六點到十點 四點半 我那天四點就起來囉 開化妝 然後吃一點早餐 打包完所有東西 出門 到了那個Stand-by的地方是 你就坐在那邊 你可以睡覺 可以休息 你也可以 不一定要在那個Stand-by Lounge 你也可以去我們公司的咖啡廳盒 只是你要隨時確保你的手機 就是它打給你的時候 公司打給你 通知說你被抓到這航班 說你要確保你是 有接到電話 不然你有仔細啊 所以呢我那天 就去那個Stand-by Lounge 一開始就想說 有點焦慮 然後看大家到底有沒有被抓 前一個半小時 那那個總共是四個小時 我前一個半小時 就在那個Stand-by Lounge剪片 剪完片 然後一直刷半票 都沒被抓 然後我想說現在怎麼辦 要是被抓 然後我已經有點困了 然後我就睡著了 我就睡了一個多小時 之後睡到十一點多 快十二點 然後想說起來 還沒被抓 然後想說會不會 last minute 被抓走 就是一直 一直到最後五分鐘都沒被抓 然後我那一天就安全一下子 所以 Basically I went there for nothing 因為我沒有被抓 然後我還妝髮完成 畫得這麼漂亮 然後 我還心裡打包 這麼完備喔 反正那天我就安全一下子 然後我就蠟心裡 就回家了 這應該是我 加入公司第四次的代明月 現在就是 so far so good 但 也是因為我前 上個月在Mosco吃壞肚子 然後我就繞散到不停 所以我代明月第一週都在請假 然後現在等於說我只上班了兩週 然後時數有點不夠分 anyway 我想講的是 代明月會真的是讓人很崩潰 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代明月的時候 好像是暑假吧 就是如果你剛好拿到那個 代明月是在暑假 或是那種 12月會比較忙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被抓 一直被抓 一直被抓 然後你就會 真的很崩潰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 加入公司 不知道多久之後 就拿到代明 然後我是晚上的Airpods standby 一check in 就被抓走囉 你也沒有去Standby Lounge 你一check in 就說你已經被抓去一個 我還記得是 馬爾蒂夫來回吧 馬爾蒂夫就是 很長 然後又很累 然後隔天我minimum rest 之後我又一個 他又馬上給我一個Airpods standby 我又去了 我一check in 他說你被抓去開羅 那時候真的是超 超崩潰 因為你就覺得你自己都還沒睡飽 然後 代明月你又不知道你到底 班表什麼都出來 你就整個很焦慮 就算你有睡著 也沒有睡得很安穩 反正我後來記得 那一個大命就是慘到不行 那時候我還跟我朋友說 就是我真的想離職 因為真的是超想哭的 只能說 真的是要親身體驗 才知道有多焦慮 因為你真的是 一直在刷斷表 一直在刷斷表 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會不會抓去哪裡 最好的scenario就是 他前一天跟你說 你明天是Deal 或是你前一天就跟你說 你明天會飛這航班 他直接跟你說哪個航班 確認 因為你至少可以mentally prepared 就說 我明天會去哪一個航班 或是我明天是飛來回 或是我明天是飛過夜的這個國家 可是standby就是真的很刺激 因為你就是 standby一開始之後 你就在那邊 你就會覺得時間在那邊滴答滴答 然後一直在那邊刷斷表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會去哪裡 就是會很可怕 又有點刺激 我記得我第二次在明月的時候是 晚上九點到早上五點的home stand by 抓辦法刷到三個小時都沒有 結果後來那個公司就打來 說你被抓飛到台北 然後我想說真的嗎 怎麼可能就是台北班這麼高級的航班 誰會call sick 然後讓我去支援 結果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他說對阿 我說你是因為就是 你知道我是台灣人 所以給我台北班嗎 然後那個公司就是負責call組員的人 就說對阿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一段很開心 很開心的打包去上班 然後後面就飛了幾個浪班 結尾的時候 他又給我一個台北 然後那個月是 他算是蠻幸運的 但總而言之 就是代替月這種東西就是 大家看到會覺得先不要 謝謝 因為 是非常的那種壓力很大 我不知道欸我口條是不是不好 因為不知道我這樣講 有沒有形容出那種 代替月真的是很可怕的感覺 反正anyway就是 就是大家看到代替月就會覺得 真的很老賽 怎麼會出現在我班表上 喔我現在代替十天 被抓去 這是第三個行班 第一個行班 是Beroux來回 然後第二個是我那天 在home standby的時候被抓去羅馬 但我去羅馬的時候沒有拍片 因為我實在是太累了 就是你知道 航班之前你很焦慮沒有睡好 然後你就一直在刷到班表 所以等於說我飛到那邊的時候 我也沒心情出門了 我只想睡覺 第三個行班就是這個perth 然後後面他已經先給我兩天off 所以我都知道我這個週末是休息的 跟我後面還有十天 就不知道公司會不會折磨我 Wish me luck 然後呢我下個月辦表出來囉 昨天出的很開心 我有兩個米蘭 然後還有台北 有一個台北跟一個 Melbourne 跟其他兩個來回班 算是非常完美的辦表 讓我在這個代替月之後可以喘口氣 Anyway 這就是我想跟你們分享的 這一個月就是感覺很像在打雲霄飛車就對了 我原本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想說這一個月要來找我 可是我就跟他說不行 因為 就是如果你要來找我的話 如果我已經知道我辦表的話 我就知道我這邊休三天 你可以來個七八天 我這邊三天 然後去飛一個航班回來 之後我還可以陪你 我就跟他說不行 因為我reserve 我就是在待命 所以我等於說一個月辦表 都不知道我人在杜拜 還是我人在哪裡 有沒有休假 然後很開心可以認識那個台灣妹妹 他真的是妹妹 剛剛因為我昨天就跟我朋友說 我要去見一個網友 也不是網友 反正就是一個IG上一個很熱情的女 然後我朋友說 她是妹妹嗎 還是年紀比大 我說我不知道她是妹妹還是姐姐 結果我剛剛問我一下 人家是25歲 而且是1998年的 想說天啊很年輕啊 反正就很開心 他真的是太客氣了 還送我禮物欸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anyway 這集就先到這邊囉 我也不知道我剛剛解釋的那個 待命你們到底有沒有感覺 反正就是 如果你們有體驗過的話 你們會知道 這是非常痛苦的 哈哈 那這集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就這樣囉 掰掰